中華之棒 兩場在晨清湖棒球場的比賽 因為山土而颱風 必須延期或是換場地了 樂天桃園跟台岡雄英 在週末的兩場賽事 五號延到十號 原場地補賽 而六號則是改到嘉義市棒球場 進行 儘管下午出太陽 球場狀況看起來 也還可以 但是內部 出現災情 球場正在搶修當中 而且就算可以使用 但要是看比賽的路上恐怕 也不安全 透過鏡頭您可以看到目前這個電線桿 這個電線其實是有脫落的一個情況 這個紅綠燈的燈桿有一個歪斜的情形 樹木掉落在這個路面上 也因此有許多的用路人 通行上是受到影響 這些慘況 在陳青湖棒球場外頭的道路上 附近還有長庚醫院 車流量大 為了提醒路過的車輛 也拉起封鎖線 一度只剩下單向道路通行 提醒行進此區域的民眾 要多加小心 車輪 車輪 車輪